正在看這部影片的學生們 你們知道嗎 8月初的今天 有一件大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就是 暑假已經消失一半了 你各位 暑假作業都寫完了嗎 都寫完了嗎 暑假作業都寫完了嗎 吵屁喔 幹嘛啦 我只是在下一題大家 暑假已經過一半了啊 知情話呢 我好羨慕你們這群膠原蛋白 滿滿的少年少女們還有暑假放啊 我自己現在要滿30的兔頭大鼠的吶喊 不要吵 好懷念以前還有暑假可以放的時候喔 那時候過頭好快樂 你以前暑假都在幹嘛 忘了 那是在快樂什麼 因為腦子完全沒有在運作 所以才會忘記啊 小朋友們請不要學 我還記得有一次暑假 因為我姐的暑假作業比較大本比較厚 我還拿它去書局 音音自己寫說 OK 你抖耶 我是 既然這樣就來回問一下暑假的生活好了 怎麼回 這次就用小學暑假來一絕勝負吧 這個方面是怎麼回事 這次我們再度請到了暑假小老師來擔任評審 暑假暑假 哇 好久不見的小老師 天啊 已經過了一年了嗎暑假 對耶 真的過得很快 不過 我們去年就已經是六年級了 為什麼今天還是小學生呢 我最討厭像你這種直覺敏銳的小學生 難道是因為漫畫封閉時間原則嗎 就如同某些動畫的世界觀一樣 大家永遠都長不大 沒錯 就是這樣 好 我知道了暑假 你為什麼這麼容易就接受了 因為這樣我慢慢的膠原蛋白 就可以永久保存啦暑假 我把這壁吃 那麼這一次就來拿兩位 小學世界暑假作業來決勝負吧 什麼鬼啦 為什麼你又可以放到這種東西啊 你在說什麼啊 當然是在你們家找到的啊 不好意思我要報警了 那麼這一次就來選出最充實的暑假作業 誰就是贏家暑假 最充實嗎 第一關 觀察日記 對耶 以前好像都會要大家觀察什麼東西 然後記錄之類的 五年假班 阿周 我的螞蟻觀察日記 喔 是那種養一波螞蟻的日記嗎 七月一日 今天在路邊看到一隻螞蟻 所以我就把它拿起來養了 會不會太隨便了 七月二日 我把螞蟻取名為小螞蟻 是都來的小名字啦 小螞蟻被我裝盡了小盒子裡 我在裡面放了糖果給它吃 結果合天盒子裡多了超多螞蟻 我已經不知道哪一隻是小螞蟻了 什麼意思 7月3日下午 姐姐把我的螞蟻盒拿去丟掉洗掉了 這個觀察日記太快結束了吧 7月4日 嗯 還有嗎 討厭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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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厭 什麼啦 詛咒性喔 看來阿周當年的暑假充滿了仇恨哪 真是充實哪 哪裡充實啦 那麼接下來看學長的 五年合班 學長 你有鯨魚喔 7月1日 紅亮的聲音 輕快的步伐 還一直都是這麼的可愛 什麼東西啊 鯨魚或輕快的步伐 我的媽媽 你要觀察媽媽啦 那你封名是要放什麼鯨魚啦 7月2日 媽媽今天來我房間3次 進去廁所7次 煮了5道菜 什麼啊 好無聊的觀察日記 7月3日 媽媽今天來我房間5次 一共走了92步 其餘時間都在床上睡覺 等等 92步是怎麼算出來的 7月4日 媽媽今天吃了392顆爆米花 也已經扎了4932次 對我說了6439個字 什麼鬼啦 到底是多無聊啦 這麼說起來 好像有某一天 一直在見得媽媽的記憶 有什麼恐怖電影 會出現小孩嗎 那麼第二關 遊記 我們來看看 當時去哪些地方玩吧 7月25日 我們全家去了海生館 看了好多魚 有小丑魚 烘魚 金魚 還有好大隻的鯊魚 哇 這是我第一次去海生館耶 我走到鯊魚生生的面前 跟牠許了一個願望 有這段嗎 可以請你去咬姐姐嗎 還在記仇嗎 天啊 你是天生做的嗎 不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誰講的 今天跟爸爸媽媽出去玩 我們一起開車開了好久好久 途中經過了一個山洞 後來經過了一間餐廳 爸爸媽媽吃得很開心 但是吃完之後 爸媽就變成兩頭豬了 什麼東西啦 我嚇到跑掉 路上突然出現一棟會走入的房子 什麼鬼啦 揍著揍著 有一隻黑貓突然就叫我上車 我們就坐在一個很多角的公車上 天空上突然掉下來一個少女 她對我喊了 巴劉 你是整個暑假都在看宮崎軍旋擊是嗎 第三關 做一份自己的報紙 啊 這個是小學今年暑假作業題目耶 沒錯 做一份自己的投降新聞 來看看當年兩位的新聞是什麼呢 殘忍殺手冷酷無情 瞬間奪走多條性命 什麼意思 這是劉佳的長姐 將數條螞蟻的生命落入水管中 到底是要寄手機到什麼時候啦 帶來看學長的 學長日報 今日我最美 是仿照那種報紙的美女專欄嗎 不過豐妹是誰啊 你有妹妹喔 喔 那是我媽 你那年暑假到底是多愛觀察你媽啦 可是 為什麼媽媽照片要打馬 她不想露臉嗎 喔 那不是我媽啦 什麼 那好像是報紙上的失蹤人 兩個亂解東西上去 那麼回顧到此結束了 現在看起來小時候真的很荒謬耶 你比較可怕吧 所以咧 這次是誰贏 這一次的贏家是 我覺得你們都高興看見你醫生 7月2日 我爸媽 7月3日當天下午5點56分 位於南東市一棟民宅 發生了多條生病 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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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